阿托里建议哈瑟尔用快乐的心情去感受Zawardo 停下脚步看看周遭的景色 去理解故事背景 但是阿托里外星与哈瑟尔喜爱之人自然相似 自然过去被三爪痕PK 现在正躺在医院意识不明 哈瑟尔为了从三爪痕口中问出救人的方法 每天不断的变强 追寻着三爪痕的下落 阿托里在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状况下 无垠间触碰到哈瑟尔的痛苦 使得哈瑟尔说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他 让阿托里伤心的离开冒险区 原本哈瑟尔是来拉拢阿托里成为阶级对战的第三人选 这下确定是没有了 事后哈瑟尔与希拉把斯含糊带过事情过程 鸟人便决定上BBSPO文目击皱文时 希拉把斯用自己习惯的打字方式帮哈瑟PO文 让哈瑟尔看见目击文时 不禁苦笑一下 文章上出现一堆与哈瑟尔绝缘的言文字 因为他是不用言文字的类型 过了几天 终于有为志愿者报名加入 但奇怪的是 他要哈瑟尔独自去指定地点 就在过去的同时 阿托里赶紧跑来叫做哈瑟尔 可惜慢了一步 仿佛这场交谈另有歧视 果不其然 普尔多三人组正在现场等候多时 普尔多受人委托 只要能打死哈瑟尔就能获得奖金 三打一的局面 哈瑟尔怎么看都要开外挂才能赢 不过事情并没有往这方向发展 而是又有人来参一咖 是月之术的干部 神宇松来帮忙解围 再加上阿托里也来了 这样的发展有合理的解释了 阿托里提到稍早之前 旺来主动找他 问阿托里是不是哈瑟尔的朋友 才刚跟哈瑟尔吵架的阿托里 犹豫很久才回答 对 旺紧接着说明整个事情缘由 原来是朔故意冒名留言 要哈瑟尔独自去指定地点 再另外摳破耳朵三人组去弄死他 好在旺有及时发现并联络阿托里 很巧妙的让阿托里与哈瑟尔两条原本看似无法交错的平行线 再次被其他因素干涉而有所教会 这次哈瑟尔欠阿托里月之术欠大了 仍然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敷衍谢谢过去 毕竟要他跟月之术的干部诚心道谢 大概比重练还要来的痛苦 哈瑟尔免不了还是酸了几句月之术像在洗脑 神倒是大气的不跟他计较 宇松先离开一步 让哈瑟尔与阿托里两人尴尬的留在现场 不过哈瑟尔并没有主动道歉 反而是阿托里洛气的个性先说声对不起 让哈瑟尔多少点内疚 用不直接的方式暗示在这张下去无法参加阶级对战 还好阿托里也鼓起勇气自主加入 成为对战队伍第三人选 虽然他讨厌玩家对战 但想尝试去了解那种心情 这场流言陷阱意外成为两人和好的关键点 剧情推进到他们开始第一场阶级对战 结果第一次打赢对战的阿托里变成这二负德行 对战告一段落 每场对战中间会有个休息空档 而这次空档被安排P-Roshi3的搞笑剧情 P-Roshi3强力谴责在大圣堂破坏图像的三爪痕 发誓要找出凶手 他自称是GU计划的长官 他的GU是取自Graphic-Umaid-Google-U发音的开头 是二搞GU计划名称的搞笑角色 剧情有时会被安插搞笑桥段 再看好不好笑来介绍一下 在Hassel去登陆下一场对战时 半路遇到一名叫大火的玩家 总是一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姿态训斥Hassel 要他去指定致辞完成训练给他看 基本上他给的训练内容跟职业扩充任务是一样的 他还总是自称是Hassel的师傅 是引路人的重要角色代表之一 Hassel完成大火要求的训练 还要处理Gaspard的突发事件 Kulun私下来虽然跟Gaspard跟Xilabas传简讯 但他们的回信频率突然变很低 担心的Kulun找Hassel去关心状况 原来是他们摆摊遇到麻烦 让Gaspard哭得很伤心 是Kestolel工会的人大肆威胁 只要任何玩家买他们的东西 就会在冒险区被PK Hassel身为会长 意识到他有帮会员说话的意义 与Kulun一同前往Kestolel的专用地盘找会长谈判 Kestolel的专用冒险区 是在沙漠与岩壁中配合自然地形所形成的神殿 有种庄严与艺术融合的巧妙感 Kulun在路上被人认出是前副团长 不过后来与工会理念不合就退团了 会长是叫俄伙的角色 非常重视信用 主张放任会员自由行动的管理方针 PK与PKK都是网路游戏的自然生态之一 不过一旦让他认为行为举止有无聊的举动 便会插手管事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是 波尔多输掉比赛 就不能再找Hassel他们的茶 波尔多赢了会怎么样没说 毕竟打输对我们玩家的结局就是Game Over了 Hassel回到工会告诉他们谈判结果 但Gaspard还是很难过 因为Zawaruto给他的印象是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玩 就算彼此不认识 只要挥手打个招呼 对方也会有回应的快乐互动 而这次威胁发生之后 Zawaruto带给他的印象与快乐开始颠覆了 由于Gaspard本人哭得很伤心 Cyabaz打算要陪他 因此无法参加这次对战 独自离开工会据点的Hassel 多少自责自己的关系带给Gaspard他们麻烦 而且Gaspard还只是裹小生而已 让Hassel更加借敌 只是被追上的Kulun告知别的事 即使他们GU这次有偷偷参加对战 目的是为了更接近调查Andurance Pool多与Hassel的等级有相当差距 建议Hassel放弃对战交给他们就好 不过Hassel想到Gaspard的事 即使等级处于劣势 也不愿放弃对战 Kulun感觉到Hassel的决心便不再多说 这时西西社刚好开放炼装饰的职业扩充任务 任务内容与之前大伙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帮助Hassel顺利完成职业扩充任务 角色外形变化为第二形态 开始可以使用搭建 于是与阿托里精英两人的队伍前去挑战Pool多 Kulun与Pi在一旁观看这场战斗 人数不对等再加上等级劣势 Pool多把Hassel达到线路绝境 就在此刻Hassel体内的平臣觉醒 变身为十字恐怖斯凯斯 Dame DameだよHassel兄ちゃん Hassel兄ちゃん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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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者死神的镰刀 一瞬间夺走敌人的性命 Hassel完全陶醉在前所未有的力量当中 Kuren憤怒的告誡他不可使用瓶神在正常的管道上 那有可能造成被攻擊的玩家本人昏迷不醒 但哈瑟爾完全不聽勸 打算用這股力量來持續獲得勝利 在對戰休息的空檔中 哈瑟爾收到八指的通知 去看玩家受到三爪痕攻擊成為未歸還者的影像 並作為情報交易 要哈瑟爾稍玩去清除別處的埃打 此時要先跟著大火去觀光位於鬥爭都市的伊克羅工會 這是過去大火所創立的工會 追求最強的頭銜 只收攻防不收垃圾 所以在裡面與必勝攻的攻防 天狼 龍弦攻的太白 還有紅魔攻的錢 攻防搖光打過照面 大火是想讓哈瑟爾看看這追求最強的攻會觸碰到頂端之後 開始失去生氣而陷入空虛的模樣 至今哈瑟爾努力戰鬥的表現 使得大火想把哈瑟爾捧上攻防再造究極 這是一段讓哈瑟爾更加奮鬥的一件小插曲 大火的觀光事件結束 哈瑟爾服從八指的命令 和派一起去清除埃打 不料在收尾時 派為了保護別人 被埃打攻擊造成精神指控暴走 這時會發生GU特殊劇情戰 評審戰 操控史凱斯大多利用射擊先麻痺對手 在一瞬間靠近用鐮刀造成大傷害做攻擊循環 著名的敵人通常有必殺技 可利用衝刺做閃躲 消完敵人的顯量會進入資料吸收模式 成功射到對手 評審戰就結束了 哈瑟爾雖然用了資料吸收得到評審數據資料 但被吸收的Balance PC不會失去變成評審的能力 由於評審戰是需要極度的精神力與意識操控 設定上只能一對一戰鬥 否則精神會互相干擾 因此往後評審戰都只會看到一對一的局面 這次患難見真情 哈瑟爾一直叫派的名字喚醒他 平時叫他阿姨 這次難得動真情 兩人感情開始有變好的趨勢 事情結束後 阿托里來信約哈瑟爾在混沌之門見面 起因於月之宿的幹部統稱七字會發信 請阿托里引導哈瑟爾與派前往月之宿本部 阿托里不明其原因 只知道哈瑟爾常常誤解他人 加上之前對幹部不尊敬 認為才會被七字會找上門 希望哈瑟爾等等要好好的跟月之宿的人道歉 來到月之宿本部 是充滿濃厚的日式風格建築場所 鏡頭的七字會 是幹部們待命的地方 首先見到兩位眼熟的玩家 原來之前救到的人是月之宿的會長 舉跟幹部 瘋 舉用恭迎賓客的口氣 為哈瑟爾介紹七字會的幹部 同時象徵著他們一番隊到七番隊的隊長配置 其實邀請他們來主要是答謝救命之人 跟阿托里以為的情況完全顛倒 而且阿托里貌似到沒有把信賭完就衝上來找人了 介紹與感謝之餘 順便和下一場的對手 松打完招呼就差不多走了 在下一部劇情將會再度蒞臨月之宿 那時候會對幹部有更多認識 這邊先不介紹太多 劇情來到對戰開打之前 在準備是發生一場小爭執 阿托里不斷碎念神的名字 迷媚症狀突然發作 念到哈瑟爾受不了 說這場輸的話就是有人故意放水 還順便叫希拉把斯注意阿托里有沒有偷放水 結果哈瑟爾被 於是很尷尬的進場了 對手松也是個中二病病患 還是末期的那一種 過去是有名的PK玩家 後來又為了告別PK身份加入月之宿 松被打到快輸掉還拿出當時的成名大劍 宣稱解開封印 意思大概等通 我要認真了 再認真 最後還是敗給哈瑟爾 松在場外說會替這次的破戒負責 反被舉幫忙找台階下 說松是在找實力相當的對手 才故意盡情揮舞這把大劍 好讓自己心服口服的輸掉對戰 再把武器交給對手 作為告別與重生吧 舉的口才跟思考真的是好得沒話說 七番隊隊長松就是這麼中二 赤鐵大劍交給哈瑟爾建立友誼 對戰告一段落 接著PK身找哈瑟爾去看新的三爪痕痕跡 在同樣地方 歐瓣與巴子正在這裡交談 歐瓣彷彿在透露這扇門的對面有著危險的存在 並且暗示追擊者到來之前他必須得先走了 歐瓣與巴子離場 換哈瑟爾與PK身進場 PK身品質覺說會在這裡等到犯人 哈瑟爾懶得跟他一起耗仙閃了 去進行下一場對戰 對手是前宮皇搖光 角色能力遠不如搖光的哈瑟爾再次陷入絕境 心裡想著不能輸的同時 又刻意意志評審意識 一邊不想和Endurance一個樣 另一邊是勝利的慾望在拉扯哈瑟爾的心靈 最終還是失控 幸好沒有造成玩家本人受傷 位於觀眾席的派伊跟庫倫都看在眼裡 此戰敗北的搖光輸得非常不滿 認定哈瑟爾跟Endurance一樣都是開掛玩家 含著眼淚沒辦法做什麼就離去了 這時哈瑟爾再回去看一下P63的狀況 結果 倒是意外看見阿托里跟神走在一起 神借助阿托里特殊的聽音能力 去推敲三爪和橫經力一邊藏著手 目前沒有結果 神表示很依賴阿托里的聽能 讓阿托里能替神出一份力感到相當開心 還配合神的指示 今後會繼續注意哈瑟爾的動向 兩人就這麼離開了 哈瑟爾並沒有太在意這件事 把心思都放在準備下一場的對戰上 庫倫、派還有被找來的大火是這四對手 雙方的等差再次把哈瑟爾逼入絕境 在追求Endurance的這條路上 總是有許多高牆擋在他面前 哈瑟爾求勝的慾望激發出平神未求勝利 庫倫也絕不手軟 變為第三項爭執 Megas與史凱斯應戰 戰鬥漸漸取得上風的史凱斯 甚至不斷攻擊Megas 原本一切都還在哈瑟爾的意識操控之內 突然間 哈瑟爾像是被勝利的慾望給吞噬掉 史凱斯開始不聽使喚 瘋狂攻擊Megas 直到要殺人的地步 不論哈瑟爾怎麼想停都停不下來 賭上性命的庫倫 讓哈瑟爾在這一戰體悟到平神更深層面的意義與責任 祝先進行 會死? 延避 延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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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s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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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止 逃がる逃げてくれ でもさ 俺もいつも覚悟が止めなくてさ 卯保 逃げる だから 所以,我只想不到这种方法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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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暴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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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結束 庫倫倒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幸好隔了一段時間 還是開口說話了 他暗藏傑出的一手 利用增值能力 讓資料大幅膨脹來保護自己免於陷入危機 往後哈瑟收到八子的通知以及欠哭的人情 決定結束他的任務 但在對戰中從Andurans口中問出埃打的情報 就在哈瑟去登記下一場對戰前 蘇打算要對這場戰鬥設置陷害哈瑟的陷阱 只因為他非常渴望能替喜歡的人出一份力以及受注意 卻造成Andurans變相認為是不是覺得他會輸給哈瑟 蘇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收回做壞事的念頭 內心得不到Andurans的愛與關注 逐漸認為自己是不是不被任何人需要 一人孤零零的望著Andurans離去 接下來輪到備受矚目的攻防戰開幕了 觀眾可說是全明星到齊 連歐版都有來看 哈瑟與Andurans雙方在戰前沒有太多交談 僅在選手席上等待開戰的那一刻 戰鬥開始 Andurans一直對著肩膀上的貓說話 這場戰鬥全部都是為了他而戰 那隻貓對Andurans來說是精神之助 並稱為他 戰鬥一路順勢進階到平神戰 Andurans變成馬哈的模樣應戰 在戰鬥中 Andurans不斷地表達情感 守護他 取悅他 全都是為了他 不想失去他而努力戰鬥至今 與哈瑟爾有相似之處 在平神階段打敗Andurans 貓咪因為埃達的脫離而支離破碎 殘留的埃達擴散至哈瑟爾周圍停留數秒才肯消失 並聽到歐版傳來的聲音 告知那隻貓的真面目的確就是埃達 他讀取Andurans的過去 擬換成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米亞 Andurans的玩家與R1的Eluku是同一位 雖然在R1的最終結局與米亞重新再會 但在之前的中間報告影片提過的 莫爾卡納因子打撈作業 使米亞活生生地在Eluku面前被粉碎 因此又變回原本毫無生氣的情緒活著 心中的弱點成為埃達擬泰的對象 這些便是藏於Andurans身上的秘密 哈瑟爾擊敗公皇Andurans 這場戰鬥的勝利帶來全場歡呼 只有受極為氣氛的離開現場 對戰終於落幕 成為公皇的哈瑟爾依照系統程序 需要參加代官式活動接受受獎 正常來這裡的人都是祝賀公皇的勝利 與大家共襄盛舉完 仍然找不到阿托里 因為歐版 這充滿神秘的男人在與阿托里獨處著 直到哈瑟爾找到他們 他正要說出許多哈瑟爾 總是獨自扛著痛苦的真相 黃昏的旅團以及智乃 現在三人仿佛是過去重現 最後提及三轉NPK智乃 使本人昏迷不行 而那位智乃的外型 與阿托里外型幾乎一樣 在這一瞬間 阿托里回想了過去許多事情 突然全部都能理解了 因為哈瑟爾無法控制的情感 擅自把智乃套在阿托里身上 讓阿托里哭訴這一切的努力 好,我對阿托里有很多 還要來 我還要來 你會看到我 再次看到我 你會看到我 我看見 你會看見 那是… 我看見 你會看見 我會看見 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所以我想要做好事 我真的有狼人 我真的有狼人 所以我也知道Haseo 我都知道Haseo 但是我也是想要做好事 但是我希望我更多 Haseo和你冒険 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所以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所以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我想要做好事 我치는好事 和別人的表 haird 和你 我很幾乎 熟,我的達ë 我真的想要做好事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 不准很厉害 你的 但是 我好像是很危險的 阿瀣美 我以為你不是在看阿鳥里的 你這樣了嗎 你不為我 我是不是 我是可怕 不是 מ人 我不會看我 阿瀣美 你不要的意思 你也沒有意義吧! 隔日哈瑟爾收到巴子的來信前往知識之蛇 巴子習慣依照自己的步調給予適當的情報 這次說明阿托里突然行蹤不明 他其實是已經被納入觀察的悲聞死後補 最後的蹤影就是那道三爪痕痕跡 阿托里聽從歐伴的建議去做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 為了從哈瑟爾得到名為阿托里這個人的認同感 歐伴故意在代官司趁哈瑟爾還沒來之前先說了 再度顯現這個人有多麼善於執行自己的計劃 就在哈瑟爾等人離去只剩巴子一人時 與螢幕上的歐伴對話 剛才的情報也是歐伴與巴子 然而這一切的矛盾歐伴都是為了成長 鑽眼間三位悲聞時立刻突入痕跡的所在處 傳送到神秘的另一端 阿托里一直在嘗試打開那非常不自然的置物櫃 直到看見哈瑟爾他們才停下來 在雙方繼續坦白對方不理解的心意時 那耳熟能詳的高音再次出現 第一步的最終戰三爪痕 在戰鬥中能看見他帥氣的特殊技 另一رب邊 你… 你… 中共… 這人是什麼呀 你是什麼用家? 做片子嗎? 魔 cloth嗎? 해� decid你aiWhere??? 糟61… 還有一聲… 不放棄的真正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 返回 你以為是 - 死掉了! 將他打敗以為戰鬥結束 沒想到他自我修復之後還變成類似瓶神的姿態 哈斯爾變為史凱斯與他進行打破遊戲常規的瓶神戰 蒼岩的守護神同樣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 - 何時でも関係ねえ! - 俺はあいつを倒す! - そして取り戻すんだ! - 全てを! - いいぜ… - 来… 来いよ! - 俺は… - ここにいる! - ステーズ! - ステーズ! - 落下! - 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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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戰到最後 哈希爾終於成功長時間以來的報仇 三爪痕逐漸出現裂痕 還來不及問出未歸還者回來的方法 三爪痕已經支禮破碎了 這段動畫演出已經讓人迫不及待 失君之聲的劇情 停止! 未期間者を元に戻す方法を! 你把汗都吃掉 汗是 不再召核了 不再召核的 你又是不再召核心 你 那… 。 At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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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